为帮助洛杉矶郡消防局解决预算缺乏的困境,郡政府是提出了一项涨土地税的公投案,并举办新闻发布会呼吁民众投票支持。 洛杉矶消防局自1970年代推出了医疗服务计划之后,也协助各项医疗救援服务。 洛杉消防局成为全美其他地区消防单位模范的同时,也为洛杉消防局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工作负担,人员及设备都有待增加淘汰。 洛杉消防局正在评估一项筹款法案,希望能够通过选民的支持通过法案。 洛杉消防局局长奥斯比表示,消防局在2011年处理了23万通电话,是全美第七忙碌的城市。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,2019年已经排名第四。 此外,急救药物、防护医、热影像探测仪、电脑数据收集系统、多元能力的工作人员等,除了可以帮助消防单位的救援更有效率,也能够降低救援人员的伤亡率。 洛杉消防局更希望现代化的统计科技可以帮助救援单位制定,修正目前的救援流程,提高工作效率。 凤文卫视实习记者,吴可飞,山嘉宏,洛杉矶报道。